DON'T CACHE ME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 Hello 大家好 我是薇薇 我們今天來玩一個遊戲 新遊戲叫做DON'T CACHE ME 那我現在開始一開始 今年 6月1號 才開始 公開測試 才開始上市 之前是封測 那我們進去遊戲之後 就 新 一進來 怎麼說 一進來 一開遊戲就會有三個角色給你選擇 當你創造了你的account之後 一開始就有 左邊這三個 拳擊手 醫生和一個大兵 那我就選擇了熔士兵 而肥薇就選擇了做醫生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不同的 功能 第一個 譬如這個拳擊手 就是單擊傷害 然後就 這個 這個是他 特別的功能 就是可以自己加速8秒跑步 然後 醫生的話 也是 單擊 的 攻擊 單體攻擊 而他的特殊就是 可以 救人 可以救人 負責救人 而 另外 這個 士兵 就是用炸彈的 炸彈就是範圍 範圍技 不會只是打一個人 而他的特殊就是 用盾牌 保護自己 這三個 選了之後 選完之後 第一個當然是免費 之後 你就要儲 金幣去換 去打開其他角色 那 金幣就是由遊戲裡面賺到 或者 在遊戲裡面的廣告都可以賺到金幣 還有解 成功 和成功 然後 之後 後面 就有 之後的 角色 都可以 付錢去買 而 後面 到後面 其中兩個 有一個 小偷 還有一個 玩具士兵 都是用成功 來打開的 不良少年 是 封測的時候 做測試的那些人 才可以 拿到的 然後 機器人 是要解活動關卡 然後還有前面的有一個 吸血鬼 是你 每天 當天 去Facebook 發好友邀請 一百個人 你就可以拿到那個吸血鬼 那除了買普通角色之外 我們還可以買魔王 魔王 一開始 魔王就是一隻 他叫光神 一隻恐龍 他之後 後面 也有其他不同的 魔王 可以 給你買的 那除了買魔王 買角色之外 他還有一個 option 就是 會說到不同的關卡 給你看 但是關卡 不是有買的 是level level up的時候 會開五個新的地圖 然後 魔王不同的是 他的能力 只有三個 不同的 有這個 每一個 魔王的 第一個能力值 都不一樣 可是第二跟第三 都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 極速增壓 和區域掃面 都是一樣的 那 我們去到遊戲界面 這個遊戲 有幾個語言選擇的 繁體中文 日文 英文 這個應該是 泰文 泰文吧 泰文和簡體 我們現在用繁體 現在 然後 如果你一開始 就選擇了 國家 是不可以解釋的 是 國家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 看到在一個 排行榜裡面 可以看到 哪一個國家 玩得最厲害了 或者拿最高分 通常台灣都是第一名 台灣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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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平時 第一 現在是 今個禮拜 國家就是台灣第一 中國第二 日本第三 香港第四 那 如果第一名 那個國家 就是拿第一名的國家 每個 那個國家的 玩家 那個角色 後面都會插著他們國家的棋 這樣 然後 之後 有不同的 玩家 排行榜 或者好友 以及 不同的活動 關卡 那個最佳成績 都有顯示出來 那 那遊戲有三個嗎 還是兩個類型 兩 應該是兩種 一個是 活動 活動關卡 可是活動要Ticket 那活動關卡裡面 它就會有 需要Ticket 入場的 一個就是 要靠朋友送 Ticket就是 從好友那裡 送出去的 但是要廳子 可以拿五張 比如我在禮物箱 就會拿到 好 剛剛 威威就拿 送了一張給我 好 OK 然後 那個 如果你想要當魔王的話 你要有 Level 十牌才可以 一開始都是 木牌 一開始就是木牌 這個 然後 你一邊玩 就升Level 第二個就是石牌 石牌可以開放多些地圖之外 還有你現在可以做魔王去捉人 叫做捉人 然後之後 一路銅牌 銅牌 一路升上去 就一路unlock不同的東西 然後 如果你想要當魔王 你要自己開房間 就可以 OK 那我們現在來玩 那 這裡 就看到我 是 用著士兵 然後 我可以邀請一下 惠惠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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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你要我們兩個當 做兵 先嗎 可以先當士兵 OK 那我們 你可以選地圖 對 這裡選地圖 原本就只有這個 靈之祭坦 是 就是木牌的時候有的 然後 現在是石牌 石牌 石牌的時候就有 五個地圖 我們來玩第二個 來 這個遊戲其實是做些什麼的呢 就是在一個地圖裡面 一個球體的地圖 一路走來走去 就盡量避開那些恐龍出現 被恐龍咬 那樣 現在 拿道具 有加速啊 還有綠色的圈圈 是那個 可以 救人的 對 這個就是用來 它叫做解藥 還有一個 鞋子 那做扒扒 而看到我 現在後面有隻 恐龍被追 追著我 我現在就要 離開 啊 被石化了 被石化就freeze 然後用 但是第一次的時候呢 那個都有一個 解藥可以用 可以 開那個 廣告 或者是 花錢 可以 解開 那我們那個 我們的目標呢 就是要在 遊戲 那個 完成 好像有 兩分鐘 嗯 兩分鐘之內 都不要被人 捉到的 那 哦 那譬如現在 我現在 被石化了 就有三個option 剛才說的 那其中這個option 就是 可以 看廣告去 暫時解除石化一次 欸 有人救我了 結果我剛剛看了沒有 我看到就被死化了 啊 又被人 石化了 就一個人了 我剛剛有人救我 我沒有注意到 噢噢 做45秒 現在他旁邊 就會看到 我們剩下一個人 還有顏色的 就是解他 嗯 還在生存著 那 而那隻魔王呢 就有9滴血 那 就是我們就 這個 欸 有人救了這個醫生 嗯 那現在有兩個人 去復活了一個人 他 又死了 他的人彈到炸彈了 剩16秒了 如果16秒之後 還有一個人活著 就是我們贏 如果16秒之內 被魔王石化全部的人 我們就輸了 魔王就贏了 走走 啊 水 贏了 耶 贏了 那就贏了 我們 對了 但是 因為我們剛才有 我被石化 之後我選了用廣告去隔開石化一次 所以完了之後就要看廣告 那看廣告就會去那個積分表 那看完廣告就來到這個積分表了 就是分表呢 上面呢 譬如我剛才拿了7個金幣 以及72分 那如果 再看一次廣告的話 就可以 將這個分數Double 還有錢都Double 錢都Double 錢都Double 分數和錢都Double 看完 看完廣告之後呢 看完廣告之後呢 就會告訴你 你的分數和金幣都加倍 Double 上面就顯示出來 可以在這個戰報詳細 裡面就會看到你的分數 那我這個分數已經Double了 所以 剛才拿到70幾分 那你也看到那個魔王呢 拿了65分 如果打得很好還有MVP MVP的話錢很多的 啊 MVP會錢多一點 還有經驗值都好 那我們再試一次 邀請 收燈 MVP 沒有耶 MVP 有了 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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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做魔王的 追我們 看看他能不能贏 MVP MVP的話只有一個人而已 其他的親戶是電腦控制的 什麼意思 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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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關裡面 有一個大魔王 其他那些都是小怪 都是電腦控制的 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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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讓我們拿東西 在螢幕右邊 就看到有個 Special Wolf 這個盾牌 那我按下去 我就有個盾牌 保護 哈哈 哈哈哈哈 噢 他有傳送點好了 他有傳送點 那下面這裡呢 就有那個 欸 炸彈 這裡是你出招的那個炸彈 噢 比賽花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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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耶 最大了 那我就被石花了 那 被石花了 可以周圍看 那 還有希望呢 有 同伴你救的 有兩個 在我們那邊 那邊 真的不夠 醫生要死 醫生要死 剩下一個 剩下一個醫生 太難了 夠啊 就一分鐘 在哪裡 被醫生 喔 贏了 耶 贏了 等下 魔王勝利 那這裡 主玩這個遊戲畫面就會說 哪個是MVP MVP的話呢 請好多個 請多少 請9塊錢 跟75個那個 75個 經驗值 喔 那這裡就收到幾分了 我這次打得很差 我還是光看廣報失敗 好奇怪 OK 好了這次我做魔王給大家看一下 先看看 咦 新角色 阿慧慧剛剛買了新角色護士 其中一個女角色 OK 直到開始 希望這次又贏了 如果我輸了 好難看 不知道這個好不好玩呢 OK 如果你要先買角色 你可以先看廣告 然後可以試玩 如果你覺得那個角色厲害的話 你再買就可以了 他會不會比不上1個 是2個 不上1個 可以買到那裡 我怕它 可以買到那裡 跟著2個 可以買到1個 和2個 可以買到那裡 窄 好 對啊 不要追我 有人這次要輸啦 啊有輸啦 哇我被打到了 什麼辦法啊 太11秒了 可是我們只有一個人被死化 輸啦 耶贏啦 又輸 再試一次 希望這次會贏 我先選個邀請 選個不同的地圖 變個活 輸好了 圖書館會打 會有輸掉下來打到冷 然後就會暈了 好 喔 啊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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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嬷 怎麼這麼快 打破 打破 可以救 這次玩的好爛喔 剩一個人了 有人就真的要贏了 兩個 他救了一個人 剩一個人了 他就被炸了 有狗就一個人 先30秒囉 太有人了 欸 贏了 贏了 都不是靠我贏的 終於贏了 終於贏了 MVP 我可以分享到FB或者到HP 如果是每天第一次分享50金幣 終於贏了 50金幣都還蠻多的 看這個積分的話 終於贏了 看我的好爛喔 我這次很快就被死化了 如果想多拿點分 就是上面可以看廣告 可以Double的 就是這樣 我這次不看了 好 終於贏了 玩了多少次 好多次 好多次啊 那我下次如果有 你可以看成就 然後他有每日任務 每天daily的quest 會有任務 然後我就可以 去拿錢 拿錢 拿錢 還有其他成就都拿到的 OK 那這個遊戲呢 欸 沒介紹這個遊戲嗎 有吧 叫做Don't Catch Me 是啊 這個遊戲在iOS和Android都有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下載一下 是免費下載的 免費的 OK 很好玩的 那如果 這個月開始 6月1號是正式上市 6月1號正式上市 之前有那些試玩beta版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不妨下載一下 那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subscribe 給我們個like 好 like 拜拜 拜拜